哈囉大家好 我是羅大叔 歡迎大家回來好事放財的頻道 今天我們特別加開了一個會議 這邊都是我們好事的老闆們 針對於9月19 第七波的信用管制 從這件事情開始之後 會變成是買方的市場 還是賣方的市場 現在不是買方市場的嗎 所以一瞬間突然就轉換對不對 那我覺得買方市場 可以討論一下 針對於我現在還想要買房子的人 買方有沒有東西要注意呢 我可能會先問你 名下有沒有不動財 好 為什麼 好 因為如果現在你要貸款的話 一定是新親安 現在新親安唯一的條件就是 夫妻還有未成年子女 你不能有不動財 不動財 對 符合這種手購條件的人 買方市場反而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當然是非常好 這樣的買方其實是最有利於現在買方 央行就是希望可以讓這樣的人 都能夠擁有不動財 所以他把第二屋第三屋購物條件 都變得比較嚴峻一點 打房兩個重點 要嘛就是增加供給 那要嘛限制購物的需求 增加供給可能沒有辦法那麼快 但限制購物需求的話 現在目前就在做的就是這件事情 現在針對手購的族群 如果你可以在城市場 這個機會挑到自己喜歡的 然後進到蛋黃區 我覺得還不錯 那蛋白區 因為很多人買蛋白區 他不一定是自己住 價格上我覺得會比蛋黃區 多一點口減 所以聽起來 第七波那個信用管制 開了一條大路給 走夠的欣欣安族群 所以反而這樣子的族群 可以大膽的觀望所有的案件 看哪一個案件是適合他 以前買方看一個房子 都要瘋牆 說真的 我這輩子 我也沒有遇過 要買對的房子 可是實務上 現在的狀況 然後買方看到喜歡的房子 可以以比較理性的觀點 來出一個價 但是前一陣子 有很多人買到的價格 可能是超出自己能力放的 其實這也是政府會擔心的 那我有一個好奇 楊總裁在那個直播裡面 一直有講到一句英文 Just do it 然後為什麼要Just do it 希望有兩個預期 可以達成的效果 第一個要嘛是房價價 第二個就是 貸款的水位 趴處要降低 剛剛又回到就是 買方市場這件事情 那買方現在去看 什麼樣的案件啊 有機會買到 比較不錯的價格 我覺得可以先鎖定一下 明年第四季 之前教育的預售物 他們買的時間點 有可能是去年 七月一號以前 因為七月一號 以前買的是可以換月的 假使 當時買的想法是自產 現在有可能因為 貸六成變貸五成 或是原本可以貸四成 變三成了 他有可能覺得說 這一年內 我要再多準備一成 是很辛苦的 有可能就是在 這一波 貴市 比較合理的價格 售出 這個政策下來 到底最衰的是誰 最衰的 我最衰的就是 我買預售物嘛 我之前年底 我可能要教育 假設他第二屋 我帶六成嘛 那現在我只能帶五成 到這個時間之內 我要多準備一成支配款圖 那這種人我覺得他 就蠻衰的啊 如果他預售物沒有預期 應該會是這個狀況的話 你可能要多準備 一成到兩成支配款圖 我倒是有一個 故事跟你分享 一個客人要換屋 第二屋 六成 現在變五成 他直接打消面圖 我不換了 接下來要準備的錢太多了 還好 我們後來跟他講 那你太太有沒有房子 他說太太沒有房子 那你不用擔心 可以買太太的名字 我就想到 如果假設 先生太太都有房子的話 有可能這件事情 對他們來說就有影響 有房子又有貸款 又要換屋的話 那你勢必得先賣了 賣掉之後 去租房子 才有辦法再換 其實央行 昨天也有特別提到 換屋 那你可以簽這個切結 對 一年內把原屋賣掉 但是我發現一件事情 給簽的沒有辦法 沒有額度 撥不了款 要不然也是要等很久 之後才會幫他撥款 這一波這樣子 其實換屋主 是有一點點尷尬 我到底現在能不能換 那 近期這種高資產客群 他們如果要賣豪宅類型的話 對他們的影響會大嗎 原本他們只能帶四成 昨天宣布完後 今天開始他只能帶三成 這我拿一個比喻 是羅大叔 平常老撥管的演 再演一點 可不可以 還能接受 還可以接受 原本這些人 自備款就準備六成了 再多一點可不可以接受 好像可以 好像可以 因為我們有好幾件都是全款買 就是不帶款 所以反而對高總價的住宅 本來已經被捷約束了 被捷約束了 再約束多一點 如果需求 還是有辦法買 對 所以他這個真的是算下重說嗎 我覺得是 因為他已經把 多屋主 或是購置房地產來資產投資的成本提高了 原本為什麼可以購置這麼多不動產 是因為我可以開槓桿 銀行借我錢 我來購置不動產 但他等於是把就是多屋主想要擁有很多房產的 這樣的族群 成本完全提高 你沒有槓桿可以開 那你現在就是現金 走開一下 如果你現金夠 你還是可以持有一個房地產 因為我覺得在台灣的房地產 還是一樣 既可以住 又可以租 在亞洲市場 其實又有很大的需求 所以其實我覺得 他就打到 多屋主的 好 那最後呢 因為剛剛我們其實就是 即時的討論這件事情 有一些觀點可以給觀眾朋友參考一下 結束完之後 會針對於 就是現在想要買房子的 買方 或是想要賣房子的賣房 該注意什麼樣的事項 好 我們把整理出來 重點提供給大家 關注好事就會有好事發生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